一个粽子等于两碗米饭的热量 但是跟我减肥打卡的朋友们 吃粽子居然没有长秤 看看朋友们的留言吧 天心妈早上好 昨天中午吃了两个粽子 一个肉的粽子 一个是杂粮的粽子 晚饭吃了点鸡腿肉 半根玉米还有生菜 今天早上没有长秤 还有这位朋友 我昨天吃了两个粽子 半个咸牙蛋 中午吃了好多肉 晚上吃了黄瓜白醋泡水盒 昨天一天也没有感觉到饿 今天平秤 还有这位朋友 减肥打卡 昨天早上吃了一个小点的纸米粽 减了二两 这位朋友说 天心妈早上好打卡 端午节胡吃海塞两天 还吃了不少的粽子 居然还是106斤 没长秤 哇 我也是头一次发这么早的评论 我最近也是吃粽子 居然没有长秤 而且还掉秤 昨天中午吃了两个粽子 这也说明了 等我们减肥成功以后呢 只要是不暴饮暴食 体重是不会反弹的 我和我的粉丝朋友们 就是吃这样的三餐减肥的 先看看早餐吧 一勺奇亚纸 咖啡 纯牛奶 我们给它热一下 朋友们吃早饭了 今天早晨的主食呢 是粗粮主食 蛋白质的补充呢 是一个鸡蛋 还有奶酪 一碗奶咖 维生素的补充呢 就是我饭的老虎菜 还有好吃的臭菜 早餐的神大营养素 主食蛋白质 维生素已经全了 朋友们我要开饭了 朋友们吃午饭了 今天中午吃黑全麦面 韭菜鸡蛋三鲜馅的水饺 好吃 朋友们今天的主食呢 就是饺子了 老朋友都知道呢 是50克的黑全麦面 放在食盐 包的拔个大水饺 蛋白质的补充呢 就是过节 我家炖的里这鱼 脊背上的肉呢 是没人吃的 没有皮 这样的肉呢 家里人都不喜欢吃 我们减肥呢 是最好的蛋白质来源 吃了明天 巧等掉大秤 维生素的补充 就是臭菜和水萝卜 可好吃的朋友们 朋友们 这就是我们的减子餐 简单 随意 又家常 生活当中处处 都是减子餐 朋友们 我们晚餐见 大家好 我是吃着家常饭菜 瘦了42斤的博主 甜心妈 欢迎朋友们 来到我的减子频道 我的减子频道呢 主要就是免费 送你减肥食谱 和教你做好吃的减子餐 朋友们 是不是天天听我说这句话 已经都听烦了 说心里话 我们减肥博主的话题呢 真的是没有生活博主的话题多 今天的减子餐呢 已经给大家分享了 忙的朋友呢 就请翻过去吧 跟朋友们说 有时候我觉得呢 真的是挺累的 就一个减肥的话题 365天天天说它 全网像我这样 每天给朋友们分享减子餐 和减肥知识经验的博主呢 真不多 我的减肥视频呢 做了也有一年零三个月了吧 全网有大约23万粉丝的关注 一批又一批的朋友 瘦身成功 收获了健康 有时候呢 我也很自大 帮助了那么多朋友 用健康的饮食方式 也没有刻意的运动 也没有花钱 就圆了瘦身的梦 我有多少粉丝朋友 就是吃玉面 地瓜 鸡蛋 牛奶 猪肉 鸡肉 虾 绿叶菜 瘦身成功的 别告诉我 这些你们那里没有卖 但是大家看看我们减肥博主 惨淡的播放量 视频单调 没有新鲜感 只有有减肥需求的朋友 才去会关注它 我既然经营了这个账号 就希望把这个视频呢 做好 做活 但是朋友们 我已经尽力了 朋友们 你们每一个点赞 每一条评论 都是对甜心妈最大的鼓励和支持 但是我也知道 自己的作品呢 要足够强大 所以呢 我每一期视频 都是用心的 在做 只要是有一位朋友 在这里受益 我就要一直做下去 我呢 已经54岁了 不进人意的地方 还请朋友们谅解 我是全网 年纪最大 然后呢 腿有残疾的减肥博主 我们全国这么多人口 又有多小个人 知道这健康的饮食方式呢 我们博主呢 虽然是靠流量赚钱 但是呢 我觉得工作 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端午节已经过了 朋友们接着跟我减肥打卡 你不想继续做一个胖子吧 也请新朋友给甜心妈一个关注 让我带你走进一个瘦子的美好世界 明天见朋友们 晚餐火龙果酸奶羹 明天见朋友们 咱们再次进行 咱们再次进行